大家好 今天我會做一個豆腐卷 又容易做又好吃又蠻漂亮的 會用這些急凍的豬腩片 以及我喜歡吃的龍板豆腐 先處理豆腐 豆腐拿出來 把水倒進去 先打橫切一刀 接著切四份 這樣就會有一條條的豆腐條 拿一條豬腩條 剪開一半 然後拿一條豆腐 慢慢捲起 完成一條 你會看到我之前剪了很多 等會我會一起煎 然後捲好豬腩條 開口向下 逐條 放下去慢慢放 輕輕手 你會看到我之前沒有放生粉 蛋白那些全部都沒有放的 所以我會靠它的收口在底部 等它定型才轉 就是這樣收伐 煎至差不多 我們試試轉一下 先轉到90度 另外一邊煎了七七八八 我又再轉90度 我現在開始轉第三次 最後一邊煎至90度 最後一邊煎至90度 這樣就煎了四面了 四面都煎至熟了 還未燒焦 這樣就留起來了 可以關火 我會煮醬汁 醬汁會像照燒汁 我會用老抽 我會用老抽 生抽 或者我會用萬字醬油 還有糖 我會用鹹醬油 最多鹹醬油 其實我用鹹醬油 要用鹹醬油 和鹹醬油 鹹醬油 鹹醬油 不要加太多 1匙 因為2匙會太濃 加上砂糖 加大約1匙1匙 加大約1匙1匙 以前我會直接淋在鍋上煮 但有哥哥的觀眾說 這樣煮法不好 不均勻 我都聽教 別人煮飯比我更好 別人說我都會聽 加點水 在碗中混合再煮 稍後會容易控制 加了2湯匙水 用剛才的鑊 我沒有另外洗鑊 剛才看到鑊有很多油 我倒了 剛才剩下的油 只剩下鑊 先煮醬汁 這個醬汁沒有放生粉水 所以水份很少 靠糖的黏性 黏著醬汁 然後先把豬肉 這個時候放進去 之前的豬肉沒有調味 現在放進去 靠現在這個調味 火大一點也不怕 我放進去 這裏有一點點豬肉水 要放進去 四面也要煮均勻 不然不怕 因為我是靠這個調味 因為剛才的豬肉和豆腐都沒有醃過 把糖放進去 現在你看到最後的步驟 醬汁開始很濕 小心點 現在很容易焦 滾一下 剛剛的醬汁掛上邊 皮上有少許焦香 我就是要這個效果 最後的醬汁 記得收小火 不然會焦完 非常之美 就是這樣 上得點 為了做得更美 我就放了些西蘭花 過來拌碟 夾起來也很好吃 也挺美 我剛才拿了一條 用剪刀剪開 讓你們看看中間是怎樣的 夠豆腐 你怕不怕不夠味 不夠味就要加少許醬汁 這樣就一定夠味 我先試一下 很好吃 很好吃 intense 超級機會 對 熱心